我是陳怡 我打網球25年了 在2013年代表台灣 拿了亞錦賽 女子雙打冠軍 之後就退役了 因為以前大部分的時間 都在國外訓練比賽 沒有很多的時間陪爸爸媽媽 那現在呢我很開心 有很多的時間呢 可以陪爸爸媽媽一起聊天喝茶 很喜歡跟爸爸去山上 看他很驕傲的菜園 去走一走 對蚊子叮 然後也很喜歡在家裡廚房 跟媽媽一起幫媽媽的小幫手 幫他洗米啦或者是洗碗 還有更多的時間 做自己喜歡做的運動 打網球呢 那只是偶爾陪朋友打打球 去切磋切磋一下 流個汗 我特別喜歡跑步 因為家就住在田電廠旁邊 裡面有很多我從小到大 跑步的朋友 那我們差不多會在相同的時間出現 然後就一起聊天 一起跑步 很快樂 而且我計畫將來參加鐵人三項比賽 我對腳踏車特別的有感情 因為我在受傷的時候 我就是靠著腳踏車附件 基隆有很多的山坡 每次在抽車在騎山坡的時候 會覺得說哇我可以征服了一座山 下坡的部分會有感覺到那種速度的快感 而且也有被風吹的感覺 那感覺實在是很好 我從小在基隆長大 對這城市有特別濃厚的感情 因為在市區就有山有海港 更特別的是人情味非常重 因為地方小 所以常常在路上就會碰到鄰居老朋友 這種感覺特別親切 我從選手退下來以後 我覺得我還很年輕 應該要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 因為以前當選手的時候 曾經接受別人的幫忙 我一直記在心裡 想要找機會回饋給大家 當選手這麼久 走遍了世界各地 心中有的願望 就是能成為有能力幫助別人的人 加坡的地方 在交換工作中有所在 我每天 在一起 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